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2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那今天上午上阵指数在回补了3029点这个缺口以后 是继续强势上攻 盘面上领涨的还是蓝筹股 那么创业版今天依然是一个调整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上午北上资金是净流入将近92亿 同时A股今天上午的成交量也放大到了将近6000亿 短线量价配合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另外券商板块今天上午是大涨了4.46% 半天成交量也达到了442亿 虽然说今天上午券商板块表现非常不错 但是如果现在就要断言 券商板块将会发起连续强势攻击的话 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觉得还不能完全肯定 所以对于券商板块 我们要保持密切跟踪关注 目前来看 大盘依然是蓝筹股补涨的格局 考虑到今天盘面上 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股票是下跌的 所以稳妥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做补涨行情 而不是去过度追高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的内容 详细数据我们晚上再聊一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